之前有个话题就是说 空腹运动减你的效率更高 但是很多人在空腹运动时 会出现头晕 恶心 眼睛发黑的这些症状 因为不吃东西的话 你的身体就没有可持续供应糖源 就会出现低血糖的现象 所以说运动前后呢 一定要吃东西 首先呢 运动前一个小时左右 要适当的补充一些碳水 碳水一定要是慢碳 比如粗粮 全麦面包 烟麦片等等 都是很好的选择 慢碳可以避免运动时的低血糖 让你运动效果更好 运动后记得及时补充蛋白质营养 最好在训练后30分钟左右 选择鸡蛋 鸡胸肉 牛肉 鱼肉等等 这些都可以 不方便或者一直吃不下这些东西 可以选择蛋白粉 相对来说 它的蛋白配比更加科学 高蛋白 低碳水 同时里面有三种优质蛋白 吸收率和营养都比肉类更好 补充营养的同时不会全体脂肪